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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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部分是小孩 当然这小孩不太小 能有十几岁不到 没有刀枪是棍棒 没有棍棒是耙子 没耙子 手里拎两块砖 那也是武器 随着装饰弟兄 这就起了身了 大军所过之处 官府那些人早就逃之遥遥啊 一看人数太多抵挡不了啊 非常顺利的到了府城外围 正好这时候 林爽文的大军也到了 南北家境 把府城是团团包围 省势浩大呀 要不怎么说群众的力量是最大的 咱不说旁人 但说府城的首将 也就是台湾的组兵官姓柴 叫柴大记 他还有个兄弟叫柴大鹏 哥俩助手府城 府城是哪 就是过去荷兰人的热兰折城 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市 倒着把城给包围了 有人禀报柴大记 柴大记一听 颜色变更 赶紧跟知府知县大家开个碰头会 文官一看全傻了眼了 文官不会打仗了 一切全仰仗的总兵大人 到底是武官 心里有朱星骨 胆子比文官大一些 上城观察 柴大记柴大鹏 知府知县等人上了城头望望一看 顿时把脖子缩回来了 怎么这么多人是铺天盖地 这要进了府城 一走一过府城就平了 就得变成一片废墟啊 哎呀 知府就问 总兵大人 你看怎么样 嗯 比一众窝果啊 自一坚守啊 不应出战 我们就得困手带援 他兄弟挺不服气 哥 您说的不对吧 这城外来的人数虽然不少 都是他娘的乌合之中啊 跟那苍蝇一样 别看狐狸一层 一挥一手 嗡 全散了 要任凭他们随便干下去 这还得了吗 哎 我们是国家的军官啊 现在既然他们来挑战 我们就应该出兵应战 哥 给我一支领点 我要不胜甘当军令 我杀他们个片甲误会 兄弟 我们人数太少了 你心里都有底 哎呀 邪不亲政 怕折何来 知府一平也对 富将大人 你的勇气可嘉 总兵 就让你兄弟出战吧 哎呀 柴大忌一琢磨 你说我要不同意 叫大伙看着 我庇护我兄弟 哎 要出战 真就没底 他再三叮咛 兄弟啊 此次出战 看形势定多 能胜则胜 不能胜 马上回城 以免错动三军锐气 我明白 我领兵多年 这点事还不知道 好吧 我给你一千军兵 马上出城应战 得令啊 拆得彭不服气 头顶铁盔 身披铜甲 上了乌锥马 手听杖拔蛇猫枪 炮响三声 引兵一千 又杀出北门 到了北门 他把蛇猫将往空中一举 代替军令 军队是燕翅排开 那毕竟经过训练 那比那天地会和义军 那枪得多的比较整齐啊 炸好了阵势之后 柴子鹏双脚一扁 飞虎颤 小肚子一碰 撇过梁 这匹马 往前走了十几步 把马匹带出 手中拖着蛇猫枪 高声喊吓 要 再 儿童的头领 现在何处 但说林爽文 都帅大队到了府城 安营下寨之后 马上命令攻城 没想到这城里 他真派出兵来了 林爽文在马上 非常高兴 手舞双刀 匹马到阵前 把双刀石子插花在胸前一旦 提高了嗓音 我就是头领 我就是头领 报上明来 林爽文是也 哎哟 姓林的小子 放着安稳饭你不吃 你竟敢聚重闹事 你是活腻了 本将军 本将军受朝廷重托 就是保镜安民 小贼 那 明来 催马五毛 来战 林爽文 还没等着林爽文出阵 林小文在旁边 跨马轮刀就冲上来 大哥 杀鸡言用牛刀 把他交给小弟 修走招刀 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 林爽文在后边独占一看 兄弟 站对面的敌将不下 他心里有点着急 把双刀往空中一举 弟兄们 不要再看热闹了 给我往上冲 冲啊 冲啊 往上一冲就展开了混战 兵对兵 将对将 官兵虽然经过训练 毕竟太少太少了 官兵也是人 一千人 对付数千之中 哪能抵挡得住啊 一个冲锋 叫天地会的人 就给冲散了 那柴子棚 打着打着一天 后边乱了套了 他一分身 用眼角的余光 往两旁看了看 这下坏了 打仗得全神灌注 他精神一溜号 一个没溜身 让林小文 一刀斩于马下 喀喀一刀 把脑袋绑子都给卸下来 主将一死 清兵跟孩子怕了 有的跪到地上 投城 有的往城里 拼命地跑 从兵官柴大计 在城楼上观战 看得清清的 哎呀兄弟啊 盖思鬼啊 劝你你不听 你只出战 才有今日的结果 罢了算了 天意不可为呀 关门关门 还没等清兵败境 没等都进城的 城门关上 把一百来人 关到城外了 哎怎么地怎么地 结果这一百多人 骂呀 撂绝子吧 那有什么用 被一军一走一过 都采成了馅饼 林爽文林小文 分飞成功成 那梯子事先都准备好了 这叫云梯 这云梯分多少种 这是最简陋的 就家庭使用的大梯子 没那么高 没那么长 把几架梯子 用绳子捆在一起 多少人抬着 靠到城墙上 上啊 登城啊 那玩能容易吗 哎呦 柴大计在上面一看 要等他们攻到城上 那可就麻烦了 指挥军兵 打 给我打一下 打 挥瓶炮子 鬼木雷蛇 都打打打打打打 箭如雨方 一下把天地会的会众 给打起来 损兵折将 咱这么说吧 林爽文组织三次攻城 以失败而高中 损伤的人可不在少数啊 军师在后边给出主意啊 炎炎炎一看 炎炎一看直晃脑袋 我说大哥呀 蛮干可不行啊 这就冷了大家的心了 你看损失太重了 现在一围不一打 就是啊 那得围到什么时候 城中没多少粮食 数万之重 他得吃得喝 咱们就在这活活困他 困得他没咒念的 举白旗就得投降 看来现在只好如此了 唯 智慧了庄大田 庄大麦在外头 唯而不打 不要那么句话吗 功高不如旧驾 记恨莫如绝粮 这一围困 成了一个倒了没了 一开始能吃 后的没吃的 在最后实在没办法 把耗子洞都掏了 把墙皮都吃了 饿得一个个 细拨大脑的眼睛发烂 柴大地一开始 扬天长谈 莫非逼得我非得 开门投降吗 我能投降这些乱匪吗 天呐 这么大的事情 家里怎么不派援兵呢 快来不 我有点支持不住了 书中代言 没来援兵 来了 说书第一张嘴 表不了两家的事 台湾天地会 闹这么大的事 清兵能不知道 地方当局能不知道 那阵虽然没有电报和电话 但是流行探马也不慢 哪都有作探 有人非报福州 书中代言 现在的明浙总督 叫常青 福州的将军 叫恒瑞 巡抚 叫增山 没说吗 撇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那官一查又一查 一查又一查 这么多年了 不知他换了多少查了 但是说这明浙总督 叫常青 常青啊 原来是山干总督 在平叛 立了大功 回民起义 他带兵争脚 立了功了 所以又调往明浙总督 这常青老奸巨华呀 这一天 他在都署衙门正批阅公文 听着这个报告了 大吃一惊 一哆嗦 鼻都落在地上了 啊 台湾又闹事了 天地会造反 这还得了吗 现在台湾的大员 死地死乡的乡 被困的被困 台湾总兵柴大计 被困在府城 里无良台外无救兵 一旦府城丢失 台湾就震动了 不行 他马上派人 把将军请来 把巡俘请来 三大员开了个喷头会 萨尔马上做出决定了 这台湾要丢了 谁担得了这个责任 因此曾山建议 大帅啊 马上派兵 刻不容缓 长青一琢磨 我是总督啊 不能在这听报告啊 为朝廷立功的机会来了 我得亲自做统帅 严三军去急救 他要起身 将军恒瑞一听 我也得跟着 巡抚曾山说 你们走我在这看家 因此钓兵 前将领兵四千 飞赴台湾 四千人不多 临时抽调 来不及了 飘扬过海 先到鹏湖 知道 郡府没有粮食吃 在这争计粮草 拿船装袋子 到了洛尔门港 登陆之后 马上用车 运着这些粮食 飞奔成天府 成天府 就是现在 府衙的所在地 他们统帅重兵 正往前走着 一到城外 抬头一看 啊 全都是义军 铺天盖地 脑人也有点疼啊 长青心说 当年 我领兵带队 到新疆去评判 也没遇上过 这样的阵势啊 我也老了 应当谨慎为妙 头天没敢交手 吩咐安京扎寨 让士兵休息休息 第二天平民 四更天起来 五更天吃完了饭 长青批挂整齐 将军恒锐 在旁边担任监军 是列队出征 结果没想到这么容易 跟那天地会的一交手 一刀一枪都没碰上 天地会的人 哇 四三奔头 清河之间 跑了个无影无踪啊 长青大笑 哎呀 要知道这样 何必当初 我干嘛 耽误一天晚上 那大军一走 一过不就进了城了吗 这些乌合之众 不堪一击呀 看来 柴大忌呀 真是个窝囊费呀 让一帮饭桶困到城里了 他心里盘算了 到了城下 一叫门 柴大忌听说援军来了 分配上开城迎接 把总督长青 将军恒锐 文武将官 接进城中 来 把粮食拉进城 有个副将向他禀报 报大帅 粮食没了 哪去了 装了一百多车 民前脚进城 后边这些天地会的人 开始接粮 把粮车全都给接走了 我们死伤的军兵一百多人 糟糕糟糕 没粮怎么能行 咱耽误之急就是用粮来的 一阳环未尽 就停着城外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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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哪里放炮 回大帅 天地会的人又杀回来了 把城池给包围了 啊 这下坏了 不但粮食没送来 还多了这么些口人吃饭 本来连耗子洞都扣了 还吃什么呢 要不说呢 什么都是小事 就唯独吃饭是大事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顶天利利的英雄 不给他饭吃 他也得饿趴下 全傻了眼 这才值得上了当 哎呀 这总督啊 跳脚骂 好啊好啊 林爽文啊 林爽文 有朝一日要把你抓住 万瓜千刀 不能结恨哪 你看 骂有什么用啊 现在当务之急 解决吃饭的问题 没有粮食什么呢 饿死老百姓 无数啊 哎呀 到了现在是 追回墨迹 按下他们不说 单说有人 非报到北京 当时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 接着禀报之后 就紧皱眉头 这还得了 我大清到现在 快一百四十年了 这个台湾屡次作乱 从历史上记载 到这波能有十九起了 大的小的 摁倒葫芦 朴又起 这些人怎么这么难管束 翻回头 又恨长青无能 又恨恒锐无能 你们都是窝能费 都是饭桶 降职 把他们一律搁置 就是那柴大计还不错 坚守孤城 算了 从现在开始降职 把福郡改为嘉义城 你看现在还叫嘉义 就那时候改的 另外 把它提升为博 只要你能活着 将来温生三机 乾隆下的决心了 马上派了一位钦差大臣 名叫福安康 这福安康 原来也做过四川总督 也当过内大臣 这人最走红不过 大伙不明白 这福安康 怎么扶摇之上 这么走红啊 实则不然 他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 乾隆啊 风流天子 也爱捅毛袋 那私生子不只是一个 这福安康 就是其中之一 他能不偏袒吗 福安康挂着帅印 马上从北京出发 到福州 即刻捅大兵一万 飞赴台湾 福安康手下有员大将 这人可了不起 叫海兰茶 海兰茶是蒙古人 那是作战的一员小将 手握重兵 这一登陆就展开攻击 另外这福安康 也不简单 沈师多士 经过分析之后 做出决定 不能蛮干 要先把林爽文的家 给抄了 断绝他的归路 第二天 集中炮火 蒙公天地会的会中 要不咱说呢 乌合之中 难成大事 就说这个林爽文 再说那个庄大田 庄大卖 毕竟是农民出身 咱不是说小桥农民 他们有的时候 见识短浅 另外也没带过兵 也没做过战 这是人多势众 打了几个胜仗 围困着府郡城 他们就按兵不动了 每日里干嘛呀 喝酒作乐 就等着胜利 那胜利是等来的嘛 你就没想到 清朝的大兵 源源不断会开来嘛 等他们听说 福安康领的大兵登陆来了 有点害怕了 但为时已晚 经过双方这一交火 那海兰茶 太厉害了 率领八旗子地兵 极客冲锋 把天地会会众就打垮了 七零八落呀 伤亡惨重 林爽文一汉不好 马上指挥军队兵撤三十里 检检手下的士兵伤亡过半 那军事严严向他禀报 我说大哥 不宜再站下去了 现在城中被困的军兵杀出城来 双方合一对付咱们 实力雄厚啊 赶紧快撤吧 听说清兵一部分 把咱后路都给掐断了 照这样下去 咱们有家难奔 有果难投啊 大哥撤兵吧 哎呀 盗嘴的飞呀 没吃着啊 撤 说撤也晚了 海兰查率领军兵趁热打铁 是紧咬不放 你一撤他就进 你一撤他就进 边撤边战 最后林爽文就决定 殊死一战